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中的金币很难获得,而一周金币上限才5000 意思想要买一个英雄,得花很长时间积攒金币 可是有些英雄我们买了就十分的后悔 今天就给大家盘面一下王者荣耀中买了最让人后悔的英雄 第一,关羽 关羽这个英雄在大神手里就是一刀一人头 很多大神关羽诗皮让很多人的散钱买这个英雄 但因为关羽自身技能的原因 让关羽这个英雄在很多玩家手里打不出应有的伤害 可以说关羽这个英雄在很多玩家手里就是一个坑 因此很多人买了关羽,玩了一局之后就很后悔 第二,百里守约 百里守约这个英雄在刚问世的时候很受欢迎 因为百里守约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狙击,抢龙,抢buff 因此百里守约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最强狙击手 但是很多玩家体验这个英雄之后发现二技能很难聚到人 因此很多玩家的后悔买这个英雄 第三,哪吒 哪吒这个英雄虽然刚上线几天火了一段时间 热度散绪之后迅速跌落神坛 如今不管高低端局都很难见到哪吒上场 只是因为如今的哪吒要肉不肉 出肉没有输出,除了输出也不见多厉害 纯粹的上不得上,下不得下 第四,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这个英雄很强,躲在草丛里一件脆皮 基本就是两三下击杀 这么强的英雄为什么排位4F比较少见呢 那必然是有原因的 成吉思汗操作难度比较高 暂且不说,最主要的是用成吉思汗打排位 觉得有一个好的辅助 尤其是带着名视野,堪称无敌 而一般使用成吉思汗的不是大神 绝对是坑,一般坑来的东西 所以很多玩家都后悔买这个英雄 你最后悔买的英雄是谁 不妨留言告诉我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